左龙开发出全线地推空剑技 路飞意外与韦伯战斗一场 而和他们失散罗宾乔巴 也遇到了各自的对手 构成整个空岛混战的一部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金 本期我们继续来回顾空岛片的故事 自爱尼路拍出所有手下 参与战争 找不到同伴乔巴很快被神兵盯上 在密林中一路逃亡 挑和的是 正好森林那头善迪亚战士迎面来袭 双方仇敌见面分外眼红 立刻在天上打成一团 根本没有心思去管下方尖叫而跑开的迅路 于是船一就这么有情无险穿过了战场 然而远离两军交战地 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 这儿乔巴逃离也防卫 掌管找知试炼神官盖达兹 随手干掉一位敌人 拧下嘴唇摆出奇怪的表情 随即他被小船一的自言自语吸引了注意 因为自身身高太矮 乔巴一开始完全没有注意到旁边长腿男 他哀叹而在和同伴会合前 自己就说不定倒霉去往天国了 不过下一刻 传一发现他已经率先来到一季初 这难道就是和大家约定会合的地点吗 前不说乔巴随而一季越发深入 达神呼唤同伴 天正在每个角落翻找众人的踪迹 另一边逗逼盖达兹 总有翻白眼的习惯 开局又剥夺了自己的势力 一旁神兵不得不予以提醒 一翻白眼就看不清路了二位 但盖达兹老是忘记这一点 说来好笑 神官盖达兹第一时间 只把乔巴当成一只普通的狸猫 因此并没有发动攻击 肘下碎套出草猫一伙的照片 指出眼前这个小小动物 其实也是来自亲爱的入侵者 然等盖达兹走到乔巴背后 他又因为猛翻白眼 没有看清乔巴在哪 甚至迅路都拿棍子戳他了 他还没有看到目标近在眼前 于是乔巴从一开始的极度惊恐 手足无措 到很快发现眼前这位怕不是白痴吧 后面正前自曝身份环节 盖达兹更是能整出忘了开口说话的活 传一更加确信 对面这家伙绝对不是正常人 玩归玩 闹归闹 战斗流程还是要正经进行的 乔巴来到这片遗迹 恰是盖达兹管理也找出试炼区域 根据盖达兹所言 附近满时一旦陷入 就无法挣脱找云 生存率大概50% 幻影未落 乔巴忍不住大声吐槽 所以连你也会撑下去嘛 堂堂神官当然就不会这么轻易 被自己的陷阱干掉 在他鞋子底部装有云被 可以提供强大推力 让他冲出陷阱 稍后乔巴环顾周围烟雾 看向那个一飞冲天 寻停在半空的男人 不禁大赞这招也太帅了 而在盖达兹手中 还装有能制造爪云的被 他喷射出一团淡紫色的爪云团 将之当作武器抛向下方 最厉害说了什么击中必死的狠话 可你倒是瞄准点啊 乔巴正间看着爪云 砸在围观的神兵身上 其本质是一团笼罩上半身的云 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取下 于是这位神兵在其中经历了 十分痛苦的窒息过程 直至晕倒在地 小船也还在纠结 要不要去救救此人 下一波攻击已经紧接而来 他躲过云团 处于余生天折操守进行一番急救 顺利让那位神兵复苏 救命之恩加盖达兹恶语相向 终于让这位愤怒龙套决定倒戈 可惜神兵和神关间 实力差距实在太过悬殊 甚至没有多余的交分 盖达兹轻刻间顺应到乔巴身边 只失一拳就把无名神兵给秒了 原来他还装备了已经绝种的喷分贝 重贝可以在很短时间内 爆发出无比强劲的分力 让使用者获得肉眼难以捕捉的攻击速度 唯一的权限就是 会让衣服破掉 乔巴几乎只略意思索 立刻决定走为上策 既然外沿有这么多爪云陷阱 闹从遗迹方向离开 总该是可以了吧 可敌人的速度快到极点 轻易就能分死去路 乔巴只得吞下随身携带蓝波球 强化弹跳能力 制度从空中离开 但盖达兹的空战能力前面已经提到 脚下云被能让他在空中也能自由行动 船一被憋进入重量强化模式 坠向地面 盖达兹迅速追加爪云球攻击 乔巴马上皮帽强化 二度改变坠落轨迹 再解脑力强化 用聪明小脑瓜 寻找敌人的弱点 可留给他时间实在太过短暂了 上方神官宛如流星坠下 一击附加喷分杯的重拳 正中乔巴面门 由此产生冲击波震荡整片遗迹 达到了罗宾看到会血压飙升的程度 然即使墙底来袭 然波球效力即将消失 自身伤痕累累 视野模糊 连移动都变得勉强 乔巴却突然笑了 又倒是天无绝人之路 他彻底识透了神官看似斗逼 实则高傲的性子 论使慢悠悠 爬到不屑于马上补刀盖达兹面前 然后握住了他的脚腕 将且曾经和同伴经历的一幕幕 未来路还很长很精彩 原本胆小乔巴伸出战斗到底的意志 一个十分完整的计划浮出脑海 事情自如他所料 盖达兹先送爪云攻击了驯鹿 然后紧跟着目标身影飞上高空 直到了高空 盖达兹后知后觉 自己的鞋子居然被敌人脱掉了一只 这下可不妙 原本顺畅空战大师变得晃晃悠悠 说到底 贝的使用固然能使人变成高手 可借助外物始终存在限制 临近跟前 他又因为心情波动扰乱新网 关键一拳没有完整输入到乔巴身上 抓入着转瞬即逝的战机 乔巴以万力强化形态 用出了自己的最强客体十字架 只是一击 在防御力方面并不见长神官身受重创 叫乔巴落回地面时 一能自豪地宣告自己也是一位合格的海贼了 然而其实战斗并未就此终结 盖达兹落地时 刚好一头栽进爪云 虽说意志清醒 但真就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无法脱身 而已经筋疲力竭乔巴很难再战一场 只能大声祈祷敌人别再爬起来了 好在都别盖达兹头脑一阵短路 洗动脚上唯一的云被 最用乔巴引进他搜的一身 小日在找云中 从此以后再不见踪迹 听点意外毫不影响传语喜悦的心情 就算称不上战胜 但你就说赢没赢吧 话说离开神国后 盖达兹的人生从此分开新的一夜 在斐叶片神官涅槃在青海的随性生活中 他一路掉到青海 在青海遇到五郎 后来与之一起挖温泉 经历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最终当上温泉旅馆的老板 连薇薇公主都来照顾过他的生意 接着是罗宾遭遇 历史学家漫步于遗迹中 听到远处不时传来战斗声响 所以感慨今天真是越来越热闹了 他正仔细查看附近被树根吞没 疑似明觉建筑 突然有神明圈在前方 毫不在意地踩在古迹上 这位神明警告罗宾 这便是通向神之设的方向 如果继续前进 就是对神不敬 罗宾也回敬道 你还是赶紧下来吧 你可知这些一介历史价值 胡适还在喋喋不休 放着狠话的敌人 罗宾直接启动果实能力把他秒了 他还有很多古迹需要研究 跋涉过云河中可以步行的区域 历史学家穿过许多倒塌的建筑 最终来到古城卫林碑附近 这些由后人制造地标 胡适记录了古老历史 通过解读上面的文字 罗宾得知古代都市名为山多拉 才原历402年 距今1100多年前 山多拉曾繁荣一时 灭亡时间则是800年前 正好与空白100年历史重合 想到此处 罗宾非常震惊 难道可以在这里 找到空白100年的部分真相吗 他打算继续前往成人中心一探究竟 可惜长得圆滚滚神兵长大山 已经追到此处 想要抹杀外来者 关于大山的实力 在之前的混战阶段有交代过 当时山迪亚战士主力之一的捷宝 靠尔装填铁质炮弹重炮所向匹尼 击败了许多神兵 随后神兵让大山出现 与之交战 别看大山体型很笨重 真打起来 他却是个非常灵活的胖子 同时还用可以将炮弹击毁的恐怖怪力 解宝瞬间被秒 虽然他靠尔顽强的意志力没有倒下 可面对大山认真释放大招实连斩击 再无任何扭转战绝希望 大量斩击被铁脸释放 外加大山体重压制 解宝就此再起不能 作毁罗宾和大山对战 两人所处位置周围全是各种古迹 看着对手毫不在意 大肆破坏 罗宾心中难受到了极点 或许在敌人看来 战斗中还在担心破坏地图是傻瓜所为 然而对历史学家来说意识如此 不懂得历史之众混蛋解人就是白痴 战斗中 罗宾全程束手束脚 一直以闪避为主 只有当对方的攻击要击中重要古迹时 罗宾才会动物果实能力 拼尽全力从正面对抗 看着这位奇怪的外来者 已经为了保护形同虚设的废血而伤痕累累 大山非常不理解 当罗宾斥责他 所谓不拘泥过去 其实是不懂得尊重历史愚蠢无知 神兵长勃然大怒 一朝朝更加势大历程攻击连续不断 如果不将正常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整片遗迹都会被敌人摧毁 罗宾如是想着 立刻向远方撤退 可惜大山也洞悉了他的想法 追击肯定是要追击的 但这一路上 大山尽量摧毁了沿途所见的一切 听着身后轰然倒塌 动静从未停过 罗宾自然心如刀脚 实际上于他而言 这也得一切还有其他意义 自奥哈拉事件之后 他就一直将揭开空白一百年致迷 当作人生追求 然阿拉巴斯坦事件是一个终点 一直一无所获的罗宾 几度有过完全放弃的想法 直到跟随草谋团出海之后 他又在空岛这里重新寻回了人生的方向 他要再去寻找那个曾经无比可求答案 不忍细想身后究竟有多少重要之物化为鸡粉 露气质一直积攒罗宾 只顾埋头逃走 一直要出了这片密林 他在外面近带神兵掌的出现 就算你反省 我也饶不了你 罗宾取下帽子 扔下背包 已经懒得再跟什么也不懂白痴敌人多做解释 话说刚才一记出的表现 让大山对于罗宾的真正实力误判严重 实际上以花花果实进bug的绞杀水平 他中只会横冲直装力量型选手 跟玩物没有什么区别 大山先是被无数手臂拎起来狠狠装在树上 然后又在释放石被斩击时 被罗宾门闭双眼 将所有斩击杯的攻击拳打在自己身上 利索两招秒杀 完全无法消解历史学家心中的怒火 他拎起大山头颅 心疼那些被破坏一记全是无价之宝 历史虽会重演 但人类是无法回到过去的 身处猎射大山 还想假装道歉 伺机偷袭 然罗宾早已是摸爬滚打多年老江湖 当即果实能力将敌人的双臂控住 取多手臂构成一条传递中的传送带 一路将神兵掌扔下悬崖 甚至为了防备对方逃脱 罗宾全程都没有放开敌人身上的禁锢 至此 第一位能和神官们齐平的神兵掌迎来败北 不爽的罗宾怒骂一声过分 继续走向一记方向 以上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已经回顾了路飞 索隆 乔巴 罗宾四条支线的故事 同时留守梅丽号的草莫团伙伴们 此刻也遇到了袭击 甚至爱妮又亲自出动 这些我们就下期继续回顾吧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